11月23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偶遇迪丽热巴在浙江金华参加活动的照片 该网友在微博当中写道 胖迪 怎么感觉你瘦了呢 许久没有晒自拍的热巴 今天在网上晒了一张拍摄时尚杂志的存货 自曝想不下天 不知道今年热巴是太过忙碌瘦了 还是因为遭受不公平的网络暴力瘦了 不管如何 胖迪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哦 热巴作为首游九州天空城的代言人出席活动 趴头扎马尾 内搭白色吊带 身穿棕色针织毛衣 知性又大方 脚上bling bling的抄戏恨天高也相当的抢劲 迪丽热巴很亲切的同台下的粉丝挥手 很想听小姐姐的可爱萌音乐 下台的时候遇到工作人员采访 热巴也微笑回应 毫无明星架子很有礼貌 侧颜微笑的热巴美炸了 热巴和主持人一同自拍 不知道这个主持人会不会把照片放到网网上呢 真是幸运的主持人 九州天空城大家都知道是关小彤和张若云主演的 不知道为何游戏要选择迪丽热巴来代言 感觉有点古怪 不过从整体的照片来看热巴的身形 的确瘦了不少 连裤腿都显得很空荡 网友拍下了大荧幕中的热巴 小姐姐笑容甜美 左手中指上的戒指特别抢劲 不知道是有情况还是只是起一个装饰的作用呢 热巴相间外露 天气转冷了 还是要注意保暖哦 该网友还晒出了九州天空城的活动海报 太喜欢古装打扮的热巴了 特别惊艳 小姐姐要多吃点哦